好,照片的部分我就要問一下大家,平常你現在都是存在電腦裡面,自己的硬碟裡面 那一般來講我最常用的照片整理方式其實叫做Google的相簿 因為其實雖然說我們也是必須說很多人還是會有所謂的安全性的一個問題 但是其實放在自己電腦真的比雲端安全嘛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因為自己的電腦,請問老師你有沒有經歷過電腦用硬碟壞掉的或整個電腦壞掉的情形? 都有對不對?那時候損失只會更大 因為只有這一家有,其他地方都沒有備份 所以我現在比較常用的是叫做Google相簿 那我給您看一下在這裡 這邊的Google相簿我是比較,因為這個是用學校帳號 所以比較沒有個人的資料 但是給您稍微看一下就是說 在這邊的話如果您的手機,像手機的部分 如果您有裝,因為大家現在都用手機拍比較多 那您拍完之後其實就可以同步到網路上 而且它在這個地方,這些相簿它比較不一樣的就是什麼? 好,我先登錄一下我的網路 好,我先登錄一下我的網路 好,我先登錄一下我的網路